在综艺节目中 一直人气居高不下的康熙来了 近日却遇到了点小麻烦 不仅被纸收视下滑 还被爆出有抄袭嫌疑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 由蔡康永小S主持的 王牌综艺节目康熙来了 最近收视大不如从前 甚至有被其他新节目改抄的趋势 为了挽回收视 康熙的新节目 康熙即将进行大改版 节目中颇受欢迎的单元 康熙调查局将改为主州 每集找15位艺人跟经纪人 并开放100名观众进场票选 但内容却被指抄袭 日本经典综艺节目男女纠察队 面对如此执政 康熙来了节目执行制作人春 改版内容还在讨论 并表示 康熙每年六七月都会改版 并非因为收视下滑 对此小编只能说 人家艺术人生都挺颇解了 康熙再补完点新花样 观众还会继续买账吗 并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